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毅然美丽 有一对新婚的小夫妻 全某和崔某 住在府山的一个公寓住宅区里 丈夫全某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餐厅 而妻子崔某是府山一个小剧场里面非常有名的女演员 5月27号这天晚上 妻子崔某在辅导完几个学生的表演课之后 就从超市里面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大包小包的拎着走进了住宅区的电梯里 当然这一幕也被住宅区电梯CCTV给拍下来了 还可以依稀看到妻子崔某手里面拿到塑料袋里面 装了一些像泡面饼干的一样的生活用品 而时间是5月27号晚上的11点31分 丈夫全某因为是餐厅的老板 所以下班都比较晚要看店 所以全某就在次日凌晨 就是5月28号凌晨的时候踏入了住宅区的电梯里 这个时候的时间呢是在3点45分 一切看起来没有什么异常 但是就在四天之后 5月31号 府山的地方警察局接到了一通报案电话 这个电话正是丈夫全某的父亲 也是姓全了 全爸爸打来了 他跟警方说 自己的儿子全某从5月28号开始 到5月31号这三四天期间都联系不上了 就是要报失踪案 全爸爸的样子呢一看就很着急 所以这个时候警方呢就立马派出了一小队人 来到了全某和崔某这对小夫妻住的那个公寓笼里面 打开房门一看呢 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摇着尾巴就出来了 而屋内厨房里的碗筷还没有刷 桌子上呢放着崔某那一天晚上 从超市里面买回来的一些生活用品 屋里没有任何的打斗迹象 而且后来警方啊 就是从全某的父亲全爸爸嘴里面得知说 这只小狗呀 是这对小夫妻俩像孩子一样宠爱的一个宠物 也就是说这对小夫妻俩 肯定是没有出远门的打算 如果是有出远门的打算的话 肯定会找人安排来照看这只小狗的 接下来警方要做第一件事情 肯定就是调出来CCTV的监控录像来查看了 从监控录像中啊 警方发现妻子崔某 那一天5月27号晚上回来的时候 进电梯穿的那一件夏天的衣服 在家里没有找到 也就是说妻子很可能是在那一天 匆匆出门都没有换衣服 除此以外啊 家中还有几样东西没有找到 家里的笔记本电脑没有找到 丈夫全某和崔某这两个人的钱包没有找到 另外全某和崔某这对小夫妻俩的护照也没有找到 那肯定有人就怀疑说了 既然护照没有找到 是不是说这两个人拿着护照出国旅行去了 也没有 警方迅速调出了海关的出境记录 没有任何的出国记录 而且最最最诡异的是 警方查看了5月27号到5月31号中间这几天的CCTV录像 他们只看到了丈夫全某和妻子崔某进电梯的录像 没有出去的录像 只进不出 在一间房子里夫妻两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警方随机又对小夫妻俩住宅区的监控系统进行了全面的盘查 光寓楼呢不算大 一共有22个摄像头 夫妻俩的车子还停在车库 也就是说他们俩出门的时候是没有开车的 但是如果他们不想被摄像头找到而离开公寓的话 就只能走到走廊的尽头 沿着楼梯下楼 再沿着墙边摄像头的死角走出住宅区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就很容易排除第三者他杀的可能性 因为如果想象有第三者存在 这个人他杀害了夫妻俩的话 又拖着夫妻俩的遗体 从公寓楼里面躲过所有的摄像头的死角走出住宅区的话 那这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两个夫妻俩 他们俩是自己走出住宅区的 而且没有使用电梯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两个人为什么要躲开所有的摄像机 偷偷的溜出自己的住宅区呢 后来警方实际上对这两个夫妻俩周围的一些同事 朋友亲戚进行了盘问之后呢 发现其实这两个夫妻俩在5月28号之后还跟自己周围的同事和朋友联系过 我们先从妻子开始说起 妻子崔某呢在5月28号晚上11点56分的时候 也就是将近半夜的时候跟自己剧团的同事发了一条短信说 因为自己身体不适不能够参加第二天演出的彩排了 接着呢两天之后也就是在5月30号的时候 妻子又跟剧团前辈发短信说 前辈我目前的状态可能真的不再适合演出了 和上次一样我又出了事故 现在住院了 这样突然不能够参加演出给大家带来的不便 真的是非常抱歉 但是我现在不方便联系任何人对不起 这个地方咱们要注意妻子崔某说的一句话 她说和上次一样我又出了某种事故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这个妻子崔某呀 她是有长期患有抑郁症的 也就是长期在服用抑郁症的药 之前也有过抑郁症自杀未学的倾向 所以当剧团的同事收到这条短信的时候 同事当时的说法是 她以为崔某又和之前一样 就是抑郁症突然想不开 就是要试图自杀了 至于妻子崔某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这个地方小屋先跟大家买一个官司 一会儿告诉大家 接着呢在5月31号上午10点57分的时候 崔某的老公就是全某 她给崔某的剧团里面打过去电话说 我的老婆现在真的是在医院住院 而且一直在服药 精神状态非常不好 她不能够参加任何演出了 就这样吧拜拜 就是很快就把电话给挂掉了 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 在这个过程中 妻子崔某呢 是用短信的形式 跟自己剧团的一些前辈和同事联系的 而丈夫崔某是代替妻子打出的最后一通电话 那丈夫这边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丈夫全某呢 在5月28号下午1点07分的时候 给自己合伙开餐厅的同事 发过去了一条短信说 哎呀我家出了点事 咱们要不明天今天就把餐厅给先关一天吧 接着呢在5月29号下午6点28分的时候呢 丈夫把自己手中所掌管的那些精神餐厅所用的钱 全部都打给了自己的合作伙伴 之后给合作伙伴打过去一个电话说 我家里现在出了点非常棘手的事 我最近一段时间都不能去餐厅看店了 然后合作伙伴 他的那个同事就问他 到底你家出了什么事 这个时候丈夫全某就说 将来有一天事情顺利解决的话 我到时候再告诉你 也是匆匆的就挂了电话 之后呢在6月2号 注意啊是6月2号 是全爸爸的父亲 在报了失踪电话的5月31号之后的两天 全某呢给自己的父亲发了一条短信说 我没事 之后两个人就完全的销声匿迹了 在这整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丈夫全某呢给自己的同事打过电话 还给自己妻子的剧团打过电话 所以至少可以确定一点 就是丈夫全某在5月31号的时候 肯定还是活着的 丈夫全某明明给自己妻子的剧团同事打电话 说自己的妻子因为不舒服 还在服药 在医院住院 但是警方呢对于两个人手机定位追踪的结果显示 两个人的手机直到6月2号彻底关机之前 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医院的附近 而5月31号的时候 丈夫给妻子剧团打电话的时候 丈夫的手机定位是被定位在家公寓楼附近不远的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疑点是 如果妻子真的是在当时因为身体不舒服 立马去了医院的话 那为什么这两个人不用电梯 而是偷偷的躲过所有的摄像头 溜出了自己的住宅区呢 之后丈夫全某的手机啊 就在6月2号早上8点48分的时候 在釜山关机了 而更离奇的是 妻子崔某的手机 在同一天的晚上9点45分 在首尔江东区关机了 在首尔关机了 釜山离首尔有几个小时的车程 而且这两个夫妻俩当时离开的时候是没有开车的 那一个人的手机在釜山关机了 一个人的手机在首尔关机了 是说一个人在釜山带着另外一个人去了首尔呢 还是说两个人同时移动到了首尔呢 那他们移动过程中又是谁帮他们移动的呢 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大部分人肯定都觉得 这个丈夫的行径非常的可疑 但是事情还没完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没有登场 那就是丈夫全某的初恋 他心里瘾我们就到他隐世好了 根据周围的同事说啊 这个全某和隐世两个人 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一起 交往了很多年 但是因为两个人家里的反对 两个人最终就没有能够结婚 两个人分手之后没多久啊 隐世就立马找了一个男人嫁出去了 这个时候全某啊还是非常爱隐世的嘛 就痛不欲生非常的痛苦 但是隐世呢 结婚之后没一个月就闪离了 离婚的原因是隐世当时的丈夫 发现了他和全某偷情 这种桥段其实也不少见嘛 就是两个人青梅竹马在一起 但是因为家里的反对被迫 分开了之后就藕断撕连 但是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 隐世在和自己当时的那任丈夫 打离婚官司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很需要全某的陪伴的 全某突然之间消失了 潜水了 不跟隐世联系 不跟周围所有的人联系 潜水了一年 就是说这个丈夫全某呀 他是有消失和潜水的前科的 两年之后呀 这个前任隐世呀 就遇到了自己现任的丈夫 就跟自己现任的丈夫又结婚了 两个人飞往挪威去 就是从韩国移民到挪威去了 而在同时呢 全某呢 他也跟自己的妻子崔某 两个人相知相爱 然后就结婚了 但是你说你已嫁我也娶 就各自安好不就得了吗 这俩人飞步 其实这个全某和这个隐世啊 这两个人 在全某和崔某结婚之前 两个人就又联系起来了 这个全某还曾经偷偷地 背着自己的妻子崔某 办了过 办过第二个电话 就专门是跟他的那个 初恋隐世联系用的 而且这个初恋隐世呀 在崔某和全某 两个人结婚之前的一个月 还不断地打电话 骚扰过崔某 跟崔某说 你们俩不合适 我不同意你们俩的婚姻 你不能嫁给他 就这种骚扰电话 这也是为什么妻子崔某 一直就长期患有抑郁症的原因 但是呢 就在2015年 事情又出现了一个大反转 这个隐世的女儿呀 她在国外 在挪威 因为生病去世了 从此之后呢 这个隐世就跟发了疯一样 她疯狂地跟那个全某打电话说 我女儿的去世 全部都是因为你 我的人生因为你 完全被毁了 还打电话威胁全某 说让全某出资 去找一些能够做 人体冷冻技术的一些机构 就开发那种人体冷冻技术 要把自己的女儿给复活 从此之后啊 这个全某和隐世两人的关系 就变得非常的糟糕 但是隐世呢 还是不断地去纠缠和骚扰 全某和崔某这两个夫妻 还经常会打电话 给全某和崔某进行威胁 但是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令人非常震惊的巧合 就是全某和崔某 这对小夫妻俩啊 他们俩在失踪之前 其实崔某是怀了孕的 而崔某呢 跟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 公开自己怀孕的消息的时候 是五月初 但是全某的初恋隐世呢 在五月初的时候 从挪威飞回到了韩国 当时的说法是为了调念自己 逝去的女儿 但是隐世呢 却被自己的丈夫 提早回韩国了一个多星期 隐世是在五月五号 到达韩国的 隐世的丈夫是在五月十四号的时候 从挪威飞回韩国的 而隐世提前回韩国的这一个星期啊 她也没有跟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见面 也没有回家住 住的地方都是桑拿房 或者是汽车旅馆 到哪都是花现金 从来也没有刷过卡 这一点就让人感觉有点奇怪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在国内 咱们出门都是用微信 在韩国就刷卡很方便的 一般情况下 不会用很多大量的现金 但是这个隐世 一直在用现金的原因 会不会有可能 她想隐藏自己的一些行踪 而且就在全某和崔某 这两个夫妻俩消失之后的 没几天 隐世和她的老公 就比原计划 提前一个星期离开了韩国 在六月七号的时候 他们从韩国飞回了挪威 后来韩国警方 对身在挪威的隐世 以参考人的身份 传唤了很多次 隐世就立马聘请了律师 一开始是不给予任何回应的 事情到现在为止 已经过去两年多了 全某和崔某这两个人 还是下落不明 韩国警方呢 现在想要从挪威 把隐世引渡回韩国 但是大家都知道 引渡的这个官司 一打就要打很久 还不知道能不能引渡成功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引渡回韩国 另外呢 想我要跟大家再说 最后一个关于本案的疑点 那就是失踪了 全某的父亲 全爸爸 我刚才已经交代了 全爸爸呀 是5月31号 第一个报案的人 他一开始的态度 就非常的着急 想要让警方 帮他找到自己的儿子 但是后来 在6月2号的时候 全爸爸收到了 全某的一条短信 就是说我没事 从此以后 全爸爸的态度 180度大转变 他说他相信自己的儿子 还在世上好好活着 一定是在某一个地方 过着自己的生活 让大家不用去找了 也不再积极协助警方的调查了 但是这个妻子 崔某的娘家人 是肯定不愿意啊 这个妻子 崔某的娘家人 还找上了全家 跟全家大吵一架 就是说 为什么你要放弃寻找 为什么说你相信 他们俩还在好好的活着 就仅仅的凭那一条 我没事的短信吗 而且另外我相信大家 还注意到了一点 就是在所有的影像 和照片的资料中啊 丈夫全某的脸 是打了马赛克的 但是妻子的脸呢 是公开的 在一般的失踪案的 破案过程中啊 失踪人口的脸 肯定是要公开的 不然的话 怎么找人呢 但丈夫全某的脸 之所以没有公开 是因为全爸爸他们家 不允许公开 自己儿子的脸 也就是说 全某全爸爸 他不想让警方 再继续寻找自己的儿子 但是崔某就是妻子崔某 他们家人是积极的希望 警方帮他们 找到自己的女儿的 关于这个案件 就有一些网友 提出了一些观点 他们认为说 可能全某和崔某 这两个人呀 是为了躲避自己 就是全某前女友 隐世的一些纠缠 因为崔某 毕竟当时失踪的时候 已经怀孕了 就想把这个孩子 好好地生下来 所以两个人 隐居到其他的地方去了 当然这是一个 特别好的想法 我也真心希望 这两个夫妻俩 还是 目前依然还活着 但是我个人认为呀 从理性和逻辑的角度 去分析这个观点 其实是不太成立的 在全某和崔某 这两个夫妻俩 消失之前呀 他们俩的银行里面 有三千万韩币的 活期存款 也大概就是 十八九万人民币吧 这三千万到现在开始 一分 到现在为止 一分都没有被动过 两个人没有任何的 生存痕迹 所谓生存痕迹 就是说你生了孩子 你如果居住的话 你要租房子 你要吃 你要喝 你要花钱 如果这两个人 是故意躲起来的话 那谁是接济 他们俩人呢 总之这个案件呢 就是非常的曲折 现在案子还没有破后 还是进行时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韩国警方 能把这个案件给破获了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类 悬疑案件 未解之谜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